5月24日至26日 中国云南探险旅游发展大会 即探险旅游发展系列活动 在云南省鹿江立宿族自治州举办 国内外探险旅游爱好者齐聚鹿江大峡谷 共同体验多项高品质探险旅游活动 展开对话交流 探讨探险旅游未来发展 我觉得这个议会很棒 我认为你在世界上哪里 人们在生活的世界中 在世界中的探险旅游发展 在国内的语言 我认为我认为这些地方 是一个好的地方 成为中国的旅游的旅游战 云南省鹿江州地处世界级 自然遗产三江病流核心腹地 拥有鹿江大峡谷 丙中落 独龙江大峡谷等众多文明世界的探险旅游资源 草垫 瀑布 绝壁 高山湖泊 新罗密布 是户外探险爱好者的打卡地 自然生态宝库 大会活动一彩分成 法国伦华大师 让伊夫布朗杜在福贡县老姆登 进行了山地公路轮滑速箭挑战 亚洲翼庄飞行第一人张树鹏 与翼庄飞行市井赛冠军卡尔森克莱恩 连妹上演了一场精彩的双人翼庄飞行特技表演 被誉为中国扁带第一人的张亮 在怒江老虎跳峡谷 通过25毫米宽的扁带横渡怒江 展现刺激的高空扁带表演 其实我希望可以有更多的机会 然后在将来的时候 可以和更多的人去来到这边 做更多的更多更有意识的挑战吧 然后不光在手扁带的意义 我周围还有其他的朋友可以做 这支援真的是蛮好的 除了攀岩、野水漂流等常规的户外烫险项目外 此次大会上的攀树项目也十分吸引眼球 攀树运动与徒手爬树不同 是需要利用绳索系统进行的攀树活动 攀树者需要具备专业技术 利用绳索在树木上自由上升、下降 转换、横度、休息与工作 除了是一项体育运动外 攀树也是目前科考活动中 测量巨树高度的一种途径 攀树在目前它首先是项运动 在目前国内 但是在国际上它是一个职业 很多的我们叫树医师 他会用用攀树技术 攀爬到我们的大树上 对树木进行一些修剪和养护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是个很酷的职业 它不仅需要体力劳动 也需要劳力劳动 以及我们对于植物相关知识的了解 才能把大树修剪的很棒 然后让大树生长的更好 目前还是处于一个萌芽的状态 就是大多数还是基于比赛 我们通过比赛来提高我们的攀树水平 那更多的树益相关的会比较少 再次我也希望有更多的社会各界人士能多关注我们的树木 关注树木的健康 那这个过程中我们就会 国内的树益水平会提高 云南四季温暖的气候 立体多样的地形地貌 绚丽多姿的民族风情 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 优良多样的生态系统 为探险旅游爱好者提供了全天候的绝佳体验条件 近年来 云南持续推进包括探险旅游 户外运动等各类旅游产品 模式 液态创新和融合 向世界展示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的独特魅力